經紀人跟我說接到S2O 就真的緊張 但是又很期待 你要看你手會不會穿 我跟你講因為身材沒那麼好就算了 遮寵 衣服最大的功能就是遮起來 第一次齁 沒有一次都到位 我應該會喊 嘿 然後從來沒有接觸過 其實經紀人跟我說接到S2O 我就說S2O這是什麼 就開始說這是一個很棒很棒的機會 我們要把握住 因為都是很棒的一個族群 年輕族群 就開始齁 去聯絡專業的DJ 這個阿肯老師 然後服裝師 就開始討論編曲 然後尤其我最近跟那個阿肯老師就是這樣子 電話這樣子聯絡就很頻繁 本來我們想說只要編一首試試看 後來 編了四首 總共四首 對 因為變出來的感覺竟然是這麼的不一樣 就是 就是聽起來 我覺得很年輕 然後好聽 那就乾脆就 這一次要表演的四首 對不對 全部都變電影 就真的緊張 然後 但是又很期待 夾太熟了 我跟你講 因為身材沒那麼好就算了 遮寵 衣服最大的功能就是遮起來 你有跟家會喊什麼 不覺得很少嗎 第一次齁 沒有一次都到位 應該 而且又緊張 我應該會喊 嘿 嘿嘿 有選手無步的 沒有 你是說 那個S2O 有放我問天那個對不對 其實我看到 我說 關我什麼 關我什麼 對吧 然後我就接下來 我就覺得還蠻有創意的阿 我問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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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覺得還蠻有創意的 我問天 他應該是有創意的 但是他應該是有創意的 但是他應該是有創意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